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讲仙宾礁 仁爱礁 我们的零五万能大学去了 其实菲律宾和美国的美军高层 现在透露信息是美国可能是给 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巴罗 说美军可能给菲律宾海警补给 进行护航 在美军即将下场的时候 越南国王部长刚从中国访问 立刻去菲律宾 中国必须关注 董军防长和越南国王部长 刚刚在北京见了面 越南国王部长是刚刚访华们一天 现在去菲律宾访问了 南海可能是斗争 要有变化了 你看那帕巴罗讲的 帕巴罗是在菲律宾访问 他还是得到了小马斯基建 先兵交局是帕巴罗拿美非共同防疫条约说 说要是菲律宾打算继续在南海执行 所谓补给任务 那么条约框架之下 美军军舰完全可以进行护航 他能说出来的肯定是有计划的 咱们千万不要以为他随便说的 但是他后来补充一个前提 就是需要两国先进行磋商 比如说一定得是菲律宾以南海 问提当事国身份主动提出要求 邀请 美军才会主动的介入 菲律宾这边几个高层回应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武装部队总舱部长布朗那一边炒作中非海上争端 一边声称目前菲律宾倾向于独自执行任务 还没向美国提出要求 如果发现无法独立应对 那才会寻求其他提的法案 不仅是美非合作 同时也包括志同道合的国家 注意他又提了一个不仅是美非 还有志同道合国家 谁呀 越南嘛 谁在南海抢中国岛礁最多 一个菲律宾一个越南嘛 那就是很明确 还没到美国下场那时候 他估计美国人也不可能给他下场 他去找越南去了 才会有越南国务部长去菲律宾 什么叫志同道合 像台湾目前干净的 从中国角度看 布劳纳这个话 你一旦美国介入台湾问题 那么其他西方国家一定会跟上 菲律宾嘴里的志同道合 这国家 就是美国的小弟嘛 盟友嘛 也包括越南嘛 说白了 就是利用这些 这个不是美国 非美的盟友 然后对中国呼加呼为 从中国角度看 按照美非共同防疫条约规定 其实美国军队和菲律宾军队 要是在太平洋海域遭袭击 就有义务相互防御了 但问题在于太平洋海域究竟地理上到底哪 南海是太平洋海域吗 地缘上到底把南海涵盖没涵盖在太平洋海域 现在是个问题 你这个条约里边太笼统了 至少小马斯上台这几年 中飞在南海持续升温撞船 恶性事件已经变成家常变化了 见怪无怪了 现在都一直在看这个戏 他也没见到我们把菲律宾船只给撞了 你美国立刻把它定义为武装袭击 没有 到现在没有 那手指都断了吗 之前的菲律宾军方在仁爱礁附近 被中国海情缴械还记得吧 仁爱礁大街 菲律宾嗓子都喊破了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文思没动 美国人根本就不管 这个不是说菲律宾不想 他是想 只是他摸不清美国这边的想法 美国到底想不想 帕布罗表面说考虑派军舰护航 但本质上实际是什么 本质上实际是含无其词 你看加个田迪嘛 你得跟我先协商 实际就是用这种空头支票掉菲律宾背后 让你去冒险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这段时间也是 你那个共同防御条约 说要更广泛的解释 说白了就是菲律宾在南海升级 没有能力了 他的国力限制到这了 就算小马政府也对美国人承诺 越来越不放心了 他的国防部长已经说了 需要更广泛解释 你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动手 一个小弟 我能想象出这一幕 一个美国黑社会老大 带着小弟去收保护费 在这要洋费的时候 菲律宾这个小弟 抢了中国东西 被中国一顿暴打 打成猪头了 小弟去问老大你什么时候出手 这老大说 我再等等 咱们有防御条约 小弟不断去捅中国 中国啪啪啪啪啪左右打 这个小弟边打边问 老大你什么时候动手 就这状态 菲律宾现在就是状态 多饿气 就可以确定 他自己内心在煎熬 在不确定老大都能保护自己 一旦美军军舰出现在南海附近脑交的话 那么问题性质是最后彻底变 从中非的海声 立刻变成中美的海声交锋了 擦枪走火风险会 巨增了 一个是台海现在变成南海了 到时候菲律宾极有可能沦为中美的对抗前线了 那个时候也没人再关心小马自政府 南海问题什么立场 因为那时候是中美去炸 关键是越南国王部长潘文江到菲律宾 预计菲律宾和越南要签国防合作协议 这里边值得注意是越南国王部长潘文江几天前 刚和苏林一起访问北京 建了中国的国王部长董军在北京 双方也就两军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这个背景之下刚从中国回 然后就去菲律宾 非常微妙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显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在两国防长见面会议时 他可能会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话题引向南海 跟这个越南国王部长 他多了提到说当初小马斯访问越南就与对方深入讨论南海问题 而且谈了解决方式 就是眼下虽然越南政府换见 但这个不意味着越南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就会找不到共同语言 菲律宾还是想拉拢越南 孤立中国 中国海警的首次举行联合巡航和 不是中国啊 是越南和菲律宾首次联合巡航 这里边是被菲律宾视为是两国海上合作重大突破 越南防长可能是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可能会后续双方还会有合作 越南除了和中国合作以外还要跟菲律宾合作 两头下注 小马斯核心逻辑就是孤立 海上孤立中国 这个战略目标小马斯没有放弃 小马斯在去年去夏威夷 就提到过准备在东盟内部搞一个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工程 新建一个 这等于是拉拢越南和印尼又跟中国单独谈 实际就是先跟东盟国家谈好 然后再跟中国谈 实际就是把自己抢占的岛礁通过东盟这个框架给确立住 实际就是让你法不得重 在南海问题上 这两国与中国的分歧非常突出的 但是还没有到像菲律宾这样闹到台面上 小马斯意图就是拉越南保菲律宾 在南海配合美国建设所谓的基于规则国际秩序 但是美非防御条约到底适不适用南海 它是太平洋的 它适不适用南海 菲律宾争端 其实越南和菲律宾也有争端 现在越南包括东盟国家里边 始终是没有 把中国和菲律宾问题看得很清楚 没有上菲律宾当 他们按部就班跟中国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这就是美国人想破坏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 根本原因就是一旦签成 美国人就彻底完了 这个区域就稳定了 中越在南海 也不能是说没有事 但是可以说还是管控的 还一直在管控分解 至少没有像菲律宾这样 既然小马自证不认定 无论自己在南海捅多大娄子 最后美国都给自己擦屁股 注定了南海问题上 菲律宾绝对是不能沟通了 它可不可沟通对象了 那菲律宾一心想把南海搅局 现在看菲律宾和越南的防护合作问题上 你越南亲自去靠这个不能沟通对象 是不是引起了一个反效果 就说完 你也想让这个区域动荡 所以咱们要注意越南的动力 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种种海上互动 发现一旦涉及海上争端 越南表态就立刻去向保守 然后只是笼统的呼吁各方面保持客气 就明摆着是不想掺和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争端了 更好菲律宾和越南南海这边争端 他俩自己问题都没解决 你俩先把你俩海上争端都抢在中国岛 然后他俩互相说你抢我的我抢你的 不过越南这边主要还看出了菲律宾 目前注意力全在中非海上争端 估计想趁机向菲律宾讨个价 咱俩的海上争端是不是你跟中国斗呢 咱俩海上争端这个岛是不是你赶紧给我确杀了 他有占人便宜的嫌疑 让菲律宾尽可能在南海争端上 你跟中国斗让菲律宾给越南让步 争取自己的海上利益 这个估计是越南的核心 所以你说越南联合起来 菲律宾美国跟中国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南海现在就是中国控制 美国都没这个能力 越南也拎得轻 他更多是想去讹诈菲律宾